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奔法龙寺那一晚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的梁思成和林辉英 一夜没有可染 林辉英 梁思成他们始终坚信 总还会有那么一座唐代木构建筑 拨过了无数战火的纷长 经受住千年岁月的侵蚀 在中国大地的某个角落 等着他们去发现 去拨开他身上的七七荒草 1932到1937年 梁思成夫妇前后考察了137个县市 1823座古建筑 每次都兴奋奔去 每次都兴兴而归 直到一幅画的出现 敦煌61号洞窟壁画一天晚上 梁思成和林辉英正在书房研究法国汉学家保罗伯西河的《敦煌石窟图录》 这本书是他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 伯西河在敦煌藏经洞书中 披露了敦煌第61号洞窟两张唐朝壁画 其中一幅五台山图形象的描绘了以五台山为中心 东起河北郑州 经河北郑定县 西至山西太原 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及风土 人情 五台山图局部大佛光之寺 几个大大的黑字就像一道闪电 一下劈开了茫茫暗夜 这可出现在唐朝壁画上的寺庙 肯定是在唐 甚至更早年代出现 东王壁画中的佛光寺第二天 梁思成和林徽因 迫不及待地跑去北平图书馆 查阅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 国立北平图书馆 五台山清凉山志 记载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 唐古宗灭佛时被毁 仅仅十二年后佛光寺重建 二人推断 唐代在五台山修建过的一座佛光寺 而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 应该就是这个佛光寺 佛光寺资料图可是一千多年过去了 它还会在那里吗 历史从来不会给我们时间犹豫 东北已经失手 炮火竹猛兽般咆哮而来 这些危在旦夕的古建筑没有时间了 于是 一个拖着伤腿 一个忍着肺病 梁思成和林徽因带上助手 从北平出发 一路火车 汽车 自 行车 甚至连罗子都用上了 向着山西五台县的方向进发 前往佛光寺路上 按照之前画好的地图 他们甚至没去县城休息 而是直接赶到五台县斗村 山路坎坷 路途险峻 几个瘦弱的书生几次险些跌倒 却一个比一个兴奋 天色天暗 除了秀丽的风景 没看到一砖一瓦 几人默而不语 可心里却都在打鼓 快看啊 林徽因突然大叫一声 顺着他手指的位置 于徽应照的苍山林海间 竟然露出了雄伟的半边斗拱 众人狂喜 几乎是飞奔过去 寂寞多年的山门 终于被这些执着的人们缓缓推开 雄伟的大殿 单层屋顶 平面广西间 深寺间 斗拱高度约等于骤高的一半 屋檐出窍深远 深安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思成 十分断定 这就是唐的风格 是后来的建筑所被建的 资料图 梁思成首会佛光寺东大殿正面图 那高大的殿门 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 里面宽有七块 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 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 有一尊菩萨的坐像 她的是怎么缓他而已 犹如一座仙林 殿内佛像雕塑打电之内 梁思成和林徽音像刚出世的婴儿 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处一处仔细打量 生怕错过一个细节 不愿意离开 就干脆住在大殿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 起来接着研究 为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斗拱 梁思成还忍着腿伤 搭起高高的架子 爬到屋顶上一探究竟 梁思成大殿测绘他发现 支撑屋顶最高一层梁的结构 是被称作插手的人字形梁架 而不是后世通用的朱竹竹 这是十分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 这种结构最晚出自于汉 一直延续到隋唐 还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实物 梁思成后来在企图向中国建筑式寄述 福光寺东大殿人字形插手成集团 石国内唯一实力 梁思成手 惠东大殿策断面图 他们还细致地查看了大殿的斗拱 梁架 早景无论丹哥还是总体 都明白无不得证明 这就是瓦唐建筑特征 美术工地扎实的灵徽因 更是从殿内佛像的形态 构造 神态等 一眼就看出这是唐代风格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曾被冰心讽刺为我们家太太的大小姐 竟会向女汉子似的爬上爬下搞测量 林徽因测量福光寺金床 林徽因考证佛像也正是他 在大殿陈封千年的大梁上 找到了和殿外经床记载相同的佛光寺朽建年代 以及寺院的出资建造者 林徽因考证大梁文字 正名佛光寺 是唐大中十一年公元八百五十几年 由宁公寓捐资所建 据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从而让自大的日本人彻底闭嘴 东大殿内供养人宁公寓塑向梁思成 林徽因一行 在佛光寺一待 就是好几个星期 佛光寺考察四人组照相的时候 蝙蝠惊飞 晦气难耐 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 大概是吃蝙蝠血的 工作智库 早晚攀登工作 或爬入井内 与蝙蝠臭虫为武 或爬到殿中构架上 抚养戏量 探索为恐怖周到 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 重游不是容易的 这次图路弱不详尽 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将心的 即便如此之苦 两人回忆起来却总觉得 那段时光 才是最快乐的时光 回到北平后 梁思成立即发表了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其五台山浮光寺的建筑档文 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 他写道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 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 不仅如此 在这同一座大殿里 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 唐代的书法 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 其中的每一项 都是西式之真 集中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福光寺的真容 终于得以大白于天下 福光寺结构图这座传奇的寺庙 与时间赛跑 跟时代恶拼后 抢救的无数古建筑中的一小颗明珠 山西调查 华盐寺调查 正定线调查历史和文明 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 而承载千年的古建筑一旦被毁 即是永恒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 或一脚轻腿的奠基的灵魂 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我们要做的 无非是在误转星移 沧桑巨变之中 留住一段历史 守住一个传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存在写字 沧桑巨变之中 未经许不得及见 产相单 失忆 仍重 那我们更多质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茭 产心 让人君 宜心 野几位